那一年成績都不錯 在各大的頒獎例上都有得到獎項 但是回到家的時候 不能跟媽媽分享 在這一刻我就會最想念媽媽 我媽媽是一個很棒的人 她從來幫別人都不會說 她說做了好事不用說出來 有很多事情我都是聽她的朋友 或者聽我的家人 我媽媽過了身後 告訴我和我一起分享我媽媽的故事 我才知道 她很堅強 她很積極地面對人生 我記得在加拿大有一條街 叫做South West Marine Drive 就是有很多很大的別墅 在這條街上 那時候就會媽媽開車 我就坐在她旁邊 在乘客席那裡 然後我就會指著她說 媽媽 我長大了 我要買這間屋給你 很天馬行空的 我買一架飛機給你 對 對 很想念這些時間 當然我每一天 會比之前那天更加想念她 但是 但是 反而我最 最會想起她的時候 是 我有開心的事實 想分享 譬如 我記得我一年 因為 在入樂覽的時候 很 很幸福 得到很多 聽眾 很多朋友的支持 那一年成績都不錯 在各大的頒獎禮上面 都有得到獎項 但是 回到家的時候 不能跟媽媽分享 在這些時候 我就會最想念媽媽 因為我經常覺得她好像 用了她後半生去 去栽培我 但是 到我開花結果的時候 她 看不到了 我平時很不喜歡說這些話 有一段時間 我有想過 其實媽媽過了生之後 沒有人跟我分享任何事情 做任何事情都沒有 沒了意思 再坐下來 靜下來 再想回 我覺得 不是 我更應該 活得好些 享受每一天 我做的每一份工作 享受 每一秒我和朋友在一起 的快樂 因為如果媽媽現在在另一個角度 看著我 她也想 看到我 是 沒得開心 沒得正常 是啊 我想工作上最大的難關或者挫折 是因為 就是 我 我 不是一個 外表上 很漂亮的一個女孩 你不會第一眼看 我就會覺得我是一個美女 我也沒有一個很漂亮的身材 但是 這件事是 我想最 最難 在這個 娛樂圈裡面 生存的一件事 人是很壞的 它第一件事 通常都會是 用雙眼去留意了別人的外表 所以 以前 我 沒有那麼懂得想的 我 很介意這件事 我以前是 無論是 穿什麼衣服也好 剪什麼髮型也好 化什麼妝也好 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了要討好別人 令到大家覺得我不黑人真 但是反而做出來 效果就是 反而做了 因為我不是做自己 我那時候 故意把頭髮剪得很短 故意常常穿西裝衣 故意把眼睫毛 不可以那麼長 不可以那麼囂 眼前不可以那麼粗 不可以要畫圓 不可以令到大家覺得 我扮得很女性化 不可以令到大家覺得 我自己覺得自己很正 但是不知為何 在兩年前左右 我突然間開了竅 我覺得 很愚蠢 我每一天 做的每件事 都是為了別人去做 這個生命是我自己去活的 那是否應該 勇敢一點去做自己 那當我真的決定去做自己 那當我真的決定去做自己 不要管別人怎樣看我的時候 我都想不到我 大家的接受能力高了 可能大家覺得我舒服了 那所以他們 看我的時候 他們都舒服了 我曾經 曾經覺得我的存在價值 是 我的工作 我演得好 我唱得好 我跳得好 才會得到 觀眾的掌聲 得到這個掌聲 才等於我 但是我很記得 有一次 有一個朋友 問我 他說Joyce你累不累啊 然後我也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我就說OK了 昨晚睡得不太好 這次我早就要起床 有一點點睡 他說不是啊 我想知道 我想告訴你 當全世界 只想知道你可以飛得多遠 飛得多高的時候 我想知道的是 你飛得累不累 然後 我一聽到他這樣說之後 他和我兩行眼淚馬上飆下來 因為我覺得 這個人 他接受到我了 他不理我 工作上的成績好不好 他不理我 外面的人怎麼看我 他不理我會是肥還是瘦 他不理我會是化妝還是沒有化妝 他都是 他是真心在乎我 所以很感謝這個人 對 他給了很大的 信心 而這種信心 演變成了一份自信 是 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擁有 因為這種自信 是會令到你什麼都不用怕的 是 我會受到很多投訴 網民的批評 媽媽的病 媽媽的離去 婆婆的離去 經過幾次的 感情的分手 和我做 來來合合 這些 經過 工作上的 高低 如果沒有這些事情發生過 就不會有現在的我 不會有 無故在兩年前開竅 說要做自己的我 其實我偏偏不到 什麼事情令到我 突然間可以開到竅 但我相信是 每一件事 慢慢地去磨練出一個 覺得要堅持做自己的 所以我們不用擅長 閒盡 我沒有想過 要大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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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